把水装进水瓶 一个简单的动作 他却花了一段漫长的时间才学会 小时候的一场高烧 让他成了智障 碰包真名为徐清发 家庭曾经相当富裕 但无偿带走原本的小康 留下他和妈妈及哥哥相依为命 1994年哥哥并重入院 没有人可以照料碰包 及瘫痪在床的妈妈 殊胜的姻缘 让慈祭之工遇到碰包哥哥 并及时赶到碰包家 16年过去了 那个情景和感受 依然深刻地印在志工心里 这个家庭的我看到 他来家这样拉什么 还有药啊 油啊 还有吃麦的事物 等我去脱下了 然后我看到他有个身体 这边心不觉他没有人心 一份悲悯 怜惜 愚不舍 志工们放下眼前繁杂的思索 毅然地走进了碰包和妈妈的生命 从此志工每天前往探访 这对没办法自理生活起居的母子俩 并送上热食 后来哥哥为妈妈深情的病老院批准了 但当时年仅49岁的碰包并不符合病老院的年龄规定 而被迫和妈妈分开 我带她去那个老人院去看她的时候 反而我不知道她妈妈的位置在那里 她比平时的动作走的路比我更快 用那种声音说快点快点 还是告诉你要快点快点我去看妈妈 当我看到她走到去那个位置的时候 她自己走进那个位置 她就只坐那个位置 知道妈妈 她就这样子就抱住了妈妈了 她当时我看到那空包的眼睛是红的了 虽然不懂言语只会一一压压 即便是失智的孩子 碰包却可以很直接的 以行动来让妈妈知道 自己有多么的爱她 那份爱和孝顺就是人之本性 如今55岁的碰包 亲人都因病相继往生 但住在马来西亚北海快乐之家安老院 她一样有家人 直到身边有行动不便的愿友 碰包伸出援手 胡思的付出 愿友也非常珍惜 是无私无然的爱 让彼此跨越种族 建立良好的友情 碰包这一生历经了家徒四壁的折磨 生离死别的痛苦 如今虽然世上已经没有亲人 但是她拥有世上最美的唯一 就是爱 有了爱 她有家 有了爱 她有家人 她从不孤单 我会想起来 你也不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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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想起来